這次是突發的本舟重頭 這款,我估計算是萬中期待的無限正義SPEC 2 這次是為大家看看這款 除了看看這款之外 這款已經是我最後一款SEED FREEDOM的模型 HZ 反正也是,不如我介紹一下 GUNDAM SEED FREEDOM這套電影吧 原本星期四,我打算他會派 誰知他沒有派 星期五又不派 他有星期六,我處理我的JOJO GOLDAT 我看到陰天下雨 我便開冷氣 然後噴上JOJO GOLDAT的裙子 我現在JOJO GOLDAT的裙子 我今天只是噴小光 其實這裙子我已經噴完了 明天,即是星期日 即是你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便可以拍了它 好了,我打算拍完 即是噴完,打算下班 好了 竟然在六點之後 可以拿這隻 我便去拿 我便又新水新汗 今次這個,你看它是沒有Stick 即是說 它又是水貨 即是說,水貨今次 又跑贏了行貨 星期六太晚了 但你看到這段影片 經常是星期日 你便可以不妨說一下 究竟今次這支SPEC 2更厲害 還是上次的Mighty Strike Freedom更厲害 上次的Mighty Strike Freedom 是真的搶的 當然它是無限貨 你是不需要買不到的東西 今次這支是怎樣 究竟它是厲害 比這個Mighty Strike Freedom更厲害 還是肯是搶一次過不了頭呢 我便不知 等你們說一下 這支 我最初在看 我拿回一隻 舊的無幻症2HG 來看 我上網找官圖 我想想 會不會是 共用針管位 因為這支是 Strike Freedom 也好 無幻症2HG 電影版和T版 是有些不同的 改了 我想這支是否共用針管 好像不是 好像是完全新規造型 厲害 所謂舊的那支 都不是很舊 只是幾年貨 你這麼快又全新起 這支是沒有 真的很厲害 真的 很肯有誠意 Bandai 你看看這些 看上去 這支看上去 你以為它是舊 不是 它應該是 它應該是全新的 舊那支 我有拍過片 有傳噴 不過是 一材素組的傳噴 如果你未看 可以看看 這個都漏空了 這個 這個真是厲害 整支的精髓所在 就是X-Wing 就是X-Wing 鋼彈 這包東西 應該先看看 是的 都是全新的 盾應該不是 這盾當然是共用針管 這支這麼小的東西 都是全新的 這個就是啤膠銀 而且是啤膠銀 而且是啤得很肉酸 都可以理解的 我會原諒它 因為只是一隻 HG 有一條這樣的東西給你 槍 槍 槍也是全新的 寫著 槍也是全新的 嘩 這麼厲害 嘩 咦 這一包 銀色和鋼色的不一樣 你看 這一包 是關節位 它是啤亮面 你看 啤亮面 提高質感 厲害 厲害 你看到X-Wing 你就知道 一定是全新的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關節 啤亮了的關節 這個銀色 跟之前那一包 貼銀膠是不一樣的 這包當然是新的 嘩 厲害 真是 完全新規造型 嘩 好厲害 嘩 現在這樣 出事 雖然你星期日看了這條影片 但你不要想著 我星期日會有 我是不會的 為甚麼呢 出了事 我出了事 雖然是 很少很少的一件事 家常便飯的小事 但出了事 就是出了事 你家常便飯 你也要處理 唉 我好人就好 有些東西卡住我 我什麼心機都沒有了 雖然是這麼少的事 但你這樣卡住我 而且你處理 你久不久會 我也不知道要多久 所以 我回答不到各位 我究竟何時可以拋這條影片 當然不會很久 但 不會是星期一 我想也應該不會是星期二 我希望可以在 這個星期之內 不知道哪一天 搞定它 我也不想 我突然出事 出了甚麼事呢 讓我搞定再說 看看說明書 這次是附送的 這個 GBWC 又來了 第十 咦? 今年是十二屆嗎? 為甚麼呢? 我已經是連續十二年奪得 GBWC 世界總冠軍的人 為甚麼 現在才是十二屆呢? 這麼奇怪呢? 這些參加的事情 其實是有故事的 如果有些三材素組 不明白的話 我是可以拍一條影片 說一下 如何參加這些比賽 不過我覺得 不會有甚麼人看 所以我不會怕 呵呵呵 今次這個厲害 跟Mighty Strike Hidden一樣 是一本書 有釘的 嘩 厲害 盒面 其實這次的封面 蠻漂亮的 但是呢 他跟其他這些正義 太相似了 如果你不知頭不知路 一時心急 你進入一間模型店 見到好多盒這些正義 這方面是會拿錯的 拿出舊的 以為是新的 哪一隻 你都預料了 我覺得他應該是比Mighty Strike Freedom 更有心機做 比我的感覺是 那舊那隻呢 我噴了油 我覺得那隻已經是讚不住頭 已經是 在那時來講 我應該是HZ 一個頂峰的 一隻模型 這隻呢 我相信 因為它揹著X-Wing的關係 所以它應該 理論上 是應該更加頂峰 當然 膠應該是 應該是差了的 X-Wing X-Wing 也要組幾把 X-Wing 還有呢 它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貼紙 啊 啊 搞一下我們大西超 啊 啊 是不是阿斯蘭 Bandai 是比較喜歡阿斯蘭 沒有什麼貼紙 只有小貼紙 而已 只有這麼小的貼紙 那麼小的貼紙 其他全分析 喂 這真是 這真是年度大作 現在很快說一下 Gundam Seat Freedom 的觀後感 為何這個觀後感會這麼遲呢 因為我等你們看完 我才可以說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這套 是一套 你不用腦看的 相當不錯的卡通 因為它打得足夠 但是呢 就不太深究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除了看的時候 我簡直覺得它是一套 C-Line劇來的 特別是 G-Line那一段 我覺得你有沒有搞錯 喂 女兒被人追 你走過去搭她 你縮我 你搞什麼 你是不是很韓劇 C-Line 感覺 真的離譜 我覺得完全不行 G-Line之前 其實我不討厭 G-Line 我覺得它很厲害 但是這套戲 我開始不喜歡G-Line 搞什麼 接著那個 然後那個 大佬 那個年輕仔 金毛 看到那個位 我又覺得 我是不是在看雨場片 由C-Line劇 突然變成雨場片 為什麼呢 你按了A-Line 在床上 你可以吃了 大佬 可以咬 接著發生了什麼事呢 越雨場片的橋段 你得到我的人 你是得不到我的心的 然後怎樣 金毛走了 你有沒有搞錯 當然是先咬 我懷疑他應該是沒有看過那些 什麼溫泉旅行 或者那些什麼公司 NTR那些 你肯定來一次 接著你二、三、四次之後 他慢慢就喜歡 你幹嘛要搞成一套 你幹嘛要搞成C-Line劇 加粵語場片 我覺得這個真的 看得我拔掉頭髮 那這條橋段呢 其實我都覺得沒什麼橋段 這真是斯拉劇戀 為了符合一些場片 就塞一些劇情進去 可能我只是看了一次 那大把 又或者是我讀得輸少 不要騙我 最初 不是報了個局的 金毛仔 又要陷害他們 接著夾了拉克斯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你這條報了個局 陷害了他們 原來我不想打你 你們這些PK 我才打你 然後怎樣呢 然後轉過頭 你自己走出來公布 我是最後大哥 那又怎樣呢 你只是叫全世界打你 那你幹嘛要搞之前那些 那你要夾拉克斯走 其實拉克斯的身份地位 他基本上應該是通山跑的 周圍飛的 以你們這麼把炮的組織 你隨時找個位子要夾他走 有多難 不用做前面那一段戲 另外當然會發生了這個特攝片 和這個拉打和鹹蛋 經常都看到的事件 高達都偶爾有的 就是當你要好打的時候 你就很好打 當你要死的時候 你就糾搶 一嗑你就爆 就是 喂大哥 Strike Freedom 在我記憶中 他有沒有試過沒有電 我都不太記得 Strike Freedom 都不是怎樣射了很久 他又沒有電 真的好奇怪 去到最後 譬如你換個背包 一部沒有電 一抽一你都打不贏的機 變成了一部偏遠突破級數的機 你想怎樣都行 去到這個位置 我已經開始覺得自己 好像在看水星魔女的大結局 即是說不要緊 你換個背包 很厲害 沒有問題 有力 你拉黑絲毛 那套這樣的衣服 不要緊 沒有所謂 你喜歡怎樣 你喜歡怎樣 我都沒有所謂 去到這些位置 我已經知道這套東西 其實不是賣故事 他基本上就不斷打 他想了一些想法 就塞下去 想了一些想法 最重要是打得長快 你看得開心 在這個機械設定上 其實我也有點生氣 就是這隻魔蟹 你怎樣可以亂來到這個地步 我發覺製作這班人 對這套東西不在乎到一個極點 就像《鵬夜拍》那一部電影 拿了三個IP 然後當作自己的玩具 亂來 你一隻魔蟹裡面 你怎樣可以放到這隻有限正義 你告訴我 怎樣放 你要放得下的話 你的有限正義 必須有一個很複雜的 超越現實的變形結構 你才可以做到 你想想 你的外形是魔蟹 那你的腳怎樣 魔蟹是對腳彎的 大腿 你怎樣做 你起碼是否這兩個位 在盤骨位 要拉開一隻 自己懂得拉開一點 遷就回魔蟹這雙腳 但遷就不到 因為魔蟹這雙腳彎 對嗎 你這個肩膀會射出來 魔蟹這隻手 大家知道什麼樣子 你怎樣塞 你怎樣 你二塞高達都搞不定 大佬 你怎樣塞都不能塞 完全講不通 你用實體法來推出 我是不知道要怎樣推出 你想想吧 我覺得你亂來這樣 那隻魔蟹 我覺得是有點過分 整部電影有一個對白 唯一一句 我是非常認同的 就是罵拉克斯 你搞什麼 你這麼久 你做過什麼 只是自己站在後面 然後就慫恿那些男人 走到前面幫你打 然後就死 不過幸好姬拉不死 你做過什麼 我覺得整部電影說得最對 就是這個對白 你看這部電影就是看這句話 你不用看其他東西 我覺得基拉已經變成一個 斯拉劇的男主角 廢了 那阿斯蘭呢 沒事的 因為我仍然覺得她還是阿斯蘭 阿拉克斯我從來都不喜歡 卡卡尼那些 沒什麼出場不理她 但非了真就不同 她就真的是 這部電影裡的第一男主角 她是最像一個人的 在這部電影裡 真可憐 我覺得她真的靠這部電影 可以咸魚翻山 就好像這個雷電 在MGS4這隻廢遊戲裡 咸魚翻山 大家有沒有訂這個DVD 好像有出 它有出Blue Rating DVD 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真的受不了 沒辦法 你不要太深究 只看它打是沒有問題 她因為是電腦畫 她也很聰明 她懂得遷就 她的電腦格數 減低了 讓你感覺好像 人畫的卡通 中間也落一些 人手畫的位置 高大那些 讓你更加遲 雖然你知道是電腦 你會看到的 但是它也 讓你感覺到 還有一些人畫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 鏡頭很漂亮的鏡頭運用 就沒有了 就是什麼鬼滅之刃 電具人 知如此類的 就算比較舊的 進擊的人 那些很厲害的鏡頭運用 高大那些從來都很少 這部電影基本上沒有 但是它沒有崩壞 它打得夠多的 你都順 你都燦爛 那我只看這個 我覺得都 我覺得都OK的 那我現在望方的日曆 好像 星期一是假期 那就糟了 因為星期一是假期 我就處理不到 我出事了 那樣東西 那又要等一天 啊 糟 就是糟 這隻呢 其實我只看官圖 我覺得它真的很狠靚 這隻東西 值得我全噴的 但是很可惜 就是因為 我現在已經在搞PG Perfect Straight 我又在搞Jojo 我沒有理由全噴這隻 搞不定 所以呢 我想我會找些東西噴噴它 但是一定不是全噴的 你不用想一兩個月 不會的 總之下個星期之內 我相信 九成都有機會 砌好 有片 如果下星期都沒有的話 哇 這樣真的 可能這件很少的事 就會拖我超過一個星期 這樣就很大 現在趁著這個 Long Weekend 大家當然 幫忙看看片 幫忙看看廣告 好 那我們這次就來到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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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